好 那我们准备来咯 好 来 三 二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卢卡斯 如果实创空间FB的卢卡斯 卢卡斯 先让大家问好 大家好 我又来了 卢卡斯 你刚刚从哪里回来 三十六小时前刚从菲律宾回来 我班机演舞了三个小时多 为了五十分钟 为什么从菲律宾回来会演舞 没有 因为我这次没有搭纸航 我从马尼拉转机 结果马尼拉机场 我是大华航回来 我就是怕延误 所以我没有买连航 我做华航 才做国航 结果延误了三小时又五十五分钟 差五分钟我的旅行平安嫌 就可以立北 什么理由 他好像是说前面有别的搬机 挡道还什么之类的 所以他们没办法正常起飞 哎呀 人算不如天算 卢卡斯今天很妙 卢卡斯你先把那个漂亮的菜兰拿来 菜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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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菜兰 家庭主妇最重要的就是菜兰 这是哪里来的菜兰 我从长滩岛带回来的 就是椰子叶编织的手提包 椰子叶编织 我妈妈非常喜欢 所以我把它带回来给她 你喜欢的话 我下次带回来给你一个 我喜欢 它有不同的尺寸 而且它编的很 你让它旋转 转一下 对 它跟我们所看到的编织包不一样 因为它编的有鳞有角 所以它其实也可以做成正式包 对不对 它有啊 它有不同规格 它不只这一个设计而已 卢卡斯这个菜兰多少钱 这个还好 折合台币大概不到400块 不错不错 你说这个是什么 长长岛这个椰子叶做的编织包 你评评看 其实它很紧实 其实我们对椰子叶很陌生 对不对 台湾其实对椰子叶很陌生 但他们生活应用的很广泛 而且它其实用一种很 我闻到一个香味 有一个香气耶 是不是 你应该是闻到我刚刚放在里面的酸感 真的 好除了这个之外呢 卢卡斯今天给我带来一束花 这束花好特别哦 大家知道九重葛可以变成花束吗 好生好养在台湾 它真的是完全不用照顾 随便不用管它就可以长得很好 下面九重葛变成花束 这么美啊 好美哦 因为通常开的时候都是散散的嘛 你怎么摘下来 这个是比较矮 在我家前面长两盆 因为我们后面有那个高的是橘色跟白色的 它太高了 今天早上又下雨我踩不到 所以我就剪了门口离我最近的桃红色也是最常见的品种 桃红橘色黄色 对不对 其实现在台湾很多颜色 还有粉红色的双色的 然后我在菲律宾有看到淡紫色的非常漂亮 因为通常看到九重葛它通常都会爬在一个墙上 还是爬 它是一个爬藤类的花 然后垂下来开花 垂下来开花 可是不知道它做成一个花束这么美哦 它的好处是它算很会掉下来 可是它好像干燥的话一样慢慢干燥它不会烂掉 所以即使你放在桌上中间放个餐盘当作餐桌装饰 一两个礼拜它都会维持原样 漂亮漂亮漂亮真的很漂亮哦 所以教大家怎么样用九重葛来当作是一个礼物 而且很方便 这是要给我的哦 这是要给我的哦 这只是我用烘焙纸跟我们烘焙用的白豹纸包起来而已 它用烘焙纸 完全没有用任何真正的那个花店的花财 这个很有趣哦 这就是里面就是烘焙纸 外面就是我们做瑞士卷用的那种白豹纸牛皮纸 我刚才以为这个是打麻将的那个纸 哦有像 我们要进广告了吗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再回来 哇你是怕吗 就会怕 有像有像 实用可是那个 真的啊好可爱哦 这个花束跟那个后面那个菜篮都好 后面的不是菜篮啊 它就是提包 它有更小的更大的 因为大家看到这个材质都想到菜篮 其实它不是菜篮 好 三甘茶啦 六段龙来 大概七分钟 三二 我是网络瑞瑶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卢卡斯 听众朋友如果想要上卢卡斯的课就请你们直接上网去Google 什么 如果实创空间或者是热棚烘对手座 因为他们po的比较勤劳啦 我的粉专po更新的很懒懒 对啊 卢卡斯自己有一个FB叫 如果 可是因为这两个很烦 因为他的如不是你想的衣服 不是如果 而是如火的如果 还要炒字头 对 好不好 炒字头的这个像果 日本的这个和果子的果 所以呢 卢卡斯的FB是如果实创空间 可是听众朋友如果想要跟着他去上课 卢卡斯其实最常在佩娟姐那边开课 对不对 乐鹏 乐鹏 乐鹏首作 卢卡斯今天真的是首作 因为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看到了一种叫做 酸甘茶 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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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甘茶的那个课语要怎么讲 你会讲吗 我现在打电话跟他call it一下 我怕我发现不对 修旦 你不是客家人 可是你突然问到一个我好像我自己也很没有去仔细思考过的词 因为酸甘茶是客家人的茶 我们都用台语讲 酸甘 酸甘甘茶 酸甘甘茶 可是酸甘甘茶是台语啊 那客语怎么讲酸甘茶 不知道 我等一下要来打电话call in一下茶笼了 没有那call in你妈妈啦 是不是 你妈是闽南人啊 客家妈妈是家用的话才学的啦 那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酸甘茶 而且今天现场有十几个已经做好的酸甘茶 其实这些都是半成品 然后还有我给听众朋友看哦 听众朋友如果有追上影片的话就可以看到 酸甘茶一开始用的是什么甘 虎头甘 然后给大家看 Lukas拿起来没有人看过虎头甘哦 其实现在不是虎头甘的季节 这颗是小到不符合规格 我们不会拿来做酸甘茶 你等我一下Lukas你不要动哦 我要拍他特写 所以这个是不合格 不合格太小颗 这颗是我留着要做果酱用的 酸甘茶也可以做果酱 它可以做果酱 我打算跟红茶结合做风味果酱 或者是它的皮很厚 我会做那个蜜那个果皮 来做上次寄给你吃的那个Panatone 我其实也是今年第一次看到虎头甘 吃到虎头甘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是在奇云 就是花艺家 生活艺术家奇云家 我第一次吃到新鲜的虎头甘 我才知道原来虎头甘很甜 它的其实风味没有大家以为的 就是单纯的酸 而且它的皮很厚 它的皮也是甜 应该是讲说 它的白肉是甜的 所以其实它很适合 我才说很适合做我们西典用的那个果酱 跟那个薄皮蜜件 对啊 厚度有它又不会苦涩 然后那个Lukas 现在手上拿的这个虎头甘 尺寸是格外品 比较像一个磊球 磊球 对不对 比棒球 比较像碰干 不是比像碰干这样 可是Lukas 你要用要多打 这一颗大概300克左右 我们一般要用400 五到600之间的 因为现场在拿一个半成品 我们把它跟新鲜的比在一起 半成品这个是欧欧 这颗是半成品 还没有完成 我还没做完 这是几年的 其实就全部都是 你现在桌上看到都是今年的 我说它半成品是因为它还没有完成 我们可以进入放在那边陈化的阶段 已经完成了成品 因为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 大家的认知是虎头甘需要酒蒸酒赛 酒是一个形容词 因为我遇过有人以为九蒸九赛就等于做完了 所以它在十天之内 就是蒸完马上进烘干净 蒸完马上进烘干净 他以为他把酒变做完了 就可以进入陈化 不是 九蒸九赛的酒是一个 有点像我们九五至尊 它是一个无上大的概念 很像八宝饭 不是八宝的意思 它其实是远远超过九次 有时候我们甚至要到十几蒸 二十蒸都会有 好 Lukas我们先Oskar一下 听众朋友 我们现在今天的主题叫做酸干茶 可是听众朋友 你有吃过 你有喝过 你有看过酸干茶吗 我们先让Lukas把酸干茶 到底要怎么制作 先讲一遍好不好 因为他刚才已经直接跳到成话了 好 开戏 没有问题 首先呢 我们这个虎头甘 这一颗是规格外 但是我取它当参考 因为现在不是季节了 二月就没有了 然后呢 只是它非常耐放 你看我从二月放到现在 也没派去 但是我跟你讲 虎头甘有时候你放久 它表皮会开始有点连连 大概会长成这一颗这样 怎么可能等一下 这两颗都是虎头甘 同时期踩下来的 来来来 我看一下 Lukas我觉得第二颗 比较像虎头甘的名字 你先先看 其实它比较重 但是皮的水分开始消红 但是里面的水分没有消失 皮开始掉了 不要以为这样不能做都可以做 所以如果你放了很久忘记 没关系 这样的程度还是可以做 所以虎头甘不一定是要新鲜线材 虎头甘新鲜线材 你在制作过程中皮容易脆裂 反而是要放下来 至少超过一到两个礼拜的虎头甘 皮已经摸起来开始有点软软了 再做 比较适合 所以其实它不小心你放太久 边浆也没有关系 然后呢 我们找一个东西在上面开口 大量的那个茶楼们 他们有一个像罐子的东西 压切下去就可以拿起来 可是我们少量的没有关系 我们在家里找一个圆的模型 底柱甚至是一个小茶杯倒扣 用小刀戳下去沿着它 转一圈把中间拿起来 我怎么觉得这个过程好像要做南瓜棕 类似那种感觉 南瓜棕就是啊 小小的盖子 东瓜棕啊 然后这个盖子你可以越小越好 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成品 越小越好 这是盖子开比较大 这是盖子开比较小的 怎么会差这么多 你看得出来成品的 那个漂亮性的差异 对不对 当然就是手小的 你口开的小 你取肉的时候 手就要越巧 等一下 所以路卡斯 我们这个开口大跟小 是跟美关有关吗 它只跟美关 跟你的味道没有影响 所以跟之后的制作 还是它的成品 其实都没有影响 对不对 当然你风口的程度上 也会有差点 比如说你口开比较大 像我这个都还要再收 要收到最后 就是会没有缝 看不到缝隙 怎么可能你现在缝隙这么大 路卡斯你拿两个给我看 拿两个给我拍 一个是口大 一个是一个是口小的 然后收的 然后他怎么 这颗好 这颗 因为他这个还算 他怎么可能缝隙这么大 之后可以变到没有缝隙呢 可以可以可以 好 我们现在先拍照 你纯正一下 免得路卡斯骗我 好 路卡斯我问你 所以等于是呢 我的这个新鲜的虎头肝 我放了一两个礼拜之后 等他的皮有了韧度之后 我在上面开个口 然后把里面的这个橘子拌 橘子拌 果肉拿出来 全部要留 可以吃吗 我们要用 等一下要用 真的不是给我吃掉 不是做陈皮 大家知道陈皮有的时候 是要皮不要肉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全力用 全力用 再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的标题就是酸干茶 完全手册 我们后半哦 准备来了 三 二 我是王瑞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卢卡斯 如果 实创空间 FB 听众朋友可以去追卢卡斯哦 卢卡斯有开课哦 他们现在都叫他卢老师 是吗 没有 我就叫他们叫我名字就好了 叫卢卡斯就好了 真的哦 我让人家叫你卢老师 可是他不姓卢哦 小杏城小杏城 因为他的卢哦 是火自边的卢啦 有没有 就是抢抢棍啊 卢卡斯 我们今天来教大家做酸干茶 其实今天这一集是酸干茶的完全手册 教大家认识这一样在最近非常火红的东西 卢卡斯 其实酸干茶在最近这几年好红哦 可是在台湾像这个是茶龙告诉我说 他希望我能够更加的让大家认识这个东西 其实因为越来越少人做 他怕失传 我知道有很多人在追 很贵 我在去年就有喝到六十年 八十年的酸干茶 所以长龙告诉我说他们也称这个叫做公孙茶 阿公做了可以留到给孙子喝 公孙茶 这意思是这样子 因为大家知道酸干茶的这个饮食文化 其实是源自客家啦 我们等一下让卢卡斯交做完了之后 再让卢卡斯来跟大家聊 就是为什么他们客家人要做酸干茶 而且呢听众朋友你们其实在菜市场也买不到虎头干 虎头干是很特定 过年快到时候会有拜拜用的 可是那个农药我们不建议 也不是对不对 所以等于是要做酸干茶都是自家种的虎头干 然后自己自己做的茶 然后在家里自己做 好 卢卡斯刚才有跟我讲 开了一个小口 这个口的直径三公分五公分 看个人的技巧 然后呢要把果肉掏出来 掏干净 要把它掏出来之后只挑掉 不要因为它会苦 而且你知道吗 我就是今年吃到了虎头干 我在知道原来虎头干的果肉很少 它其实是果皮 尤其是白皮很酷 果汁其实含量蛮高的 很好吃 我喜欢 果肉果皮其实里面的囊 你真正取出来后发现囊蛮少的 汁水蛮多的 对 而且它那个应该是讲说虎头干的 那个橘子瓣 因为它是橘子嘛 对 它那个橘子瓣的 那个外面那个膜也很厚 非常那个 我觉得它的肉是很软的 很软的汁很多 拿出来之后呢 拿出来之后只要全部挑干净 它会发苦 我们不要流 然后把汁水留着 然后所有的肉剁碎 剁到跟我们的茶叶差不多的状态 早期的酸干茶 像我们刚刚讲 是以前那个拜拜完之后 有没有 它在供桌上 因为它 人家觉得它普遍没有那么好吃 然后放在供桌上 就觉得说 如果拜拜完就丢弃 觉得可惜 然后客家人 尤其我们桃子苗这边 种茶的很多 所以他们就会结合 以前的人是会把很多那种 很老的茶就拿来做利用 可是现在不是 像我现在 我们今年做的这个 是直接用这个有机茶 然后我想 你会特别选什么茶 有人会讨论酸干茶里面 到底要塞什么茶吗 其实会以红茶类 或者是乌龙类 这种比较熟的发酵茶 比较适合 因为它后来需要多蒸多晒 所以你选太新的清茶 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反而选比较熟成的茶 所以像普洱啊 乌龙啊 红茶都有人用 给大家看差别是 我们红茶有分吗 我今天大概都是有机红茶 对 你看到这个是我之前有跟你说 这个是我从采茶叶开始做起 这个完全是我自己做的茶 卢卡斯你开始做茶了 对啊 你是茶人了 好天啊 从采茶开始玩 这个是手摘的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等于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没有下面的梗 这个是机器打出来的 它是下面 没有要当正式贩售用的 可是它香味还是很好 好我来看一下这两种茶 所以这两种茶都是红茶都可以使用 它都是同样的红茶 但是这个就是我们手摘红茶 我们一般就是拿来做 其实就是自己喝而已 自己喝啦 因为这个其实比较珍贵啊 卢卡斯你自己制茶 我的老师告诉我说 他觉得我做出来的风味不错 卢卡斯你为什么制茶 果香很好 你给我让我闻一下 这个香味也很好 但是两种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这个果香味比较明显 有梗跟没有味道不一样 对对对 这个有糖果甜甜的香气 我可以这样讲吗 是因为有梗 还是因为它的制法 我觉得是后熟跟它的制法 都会不一样 因为毕竟那个茶黄素 跟茶红素的含量会不一样 好好玩喔 卢卡斯你是为了想做酸干茶 所以去学制茶吗 我本来就很喜欢喝茶的人 所以我是先学了制茶之后 然后在刚好这个制茶的老师呢 那个果展明茶制茶老师 他有跟这个虎头干的那个农友 也有做这个无毒虎头干的合作 其实这个农友不是专门做虎头干喔 他是陶艺老师 烧桃跟烧茶壶的 是因为他家里有虎头干的茶 农员留给他 他是第二代 然后他本来不晓得怎么处理 本来要砍掉 后来这个茶园的老板就跟他说 我们以后每年来合作 请你保留他 所以才抢救下虎头干喔 他保留下来 就是说然后我们再来找 义业的 愿意帮我们推广的来把这个东西留下来 因为我们传统不希望流失掉 不过的确是啊 听众朋友 如果你们认识虎头干的话就知道 虎头干喔 是摆在供桌上很漂亮的一种柑橘啦 可是他的肉少啊 所以如果是一般人想要吃你的这个首选 想要吃干嘛 你不会选虎头干 就觉得好看了 那所以等于是虎头干就是一个好看 可是没有想要虎头干运用成酸干茶之后 这么的有趣 那所以Lucas你自己做了红茶 然后呢 然后给你看喔 像这个部分 这里我刚好称150克的重量是 我们刚刚是不是说 我们平均选450到600克左右的虎头干 对 我们会对上150克的茶叶 也就是你现在看到了所有 每一颗虎头干里面 酸干茶里面 都塞了你现在看到的量的红茶 怎么可能 真的啦 这么大罐呢 会变这样子喔 等一下 欸Lucas你一只手拿茶叶 一只手拿酸干 这样子的茶叶 那我扣零 真的 等一下我们要用嘴巴形容一下 因为老实讲红茶不是 不是揉在一起的茶 不是揉成小头状 它是松散的 所以它是调索状 Lucas你对 你那个这边镜头对 就等于是Lucas你这是调索状的 等一下我这样子不对 应该要这样子才让人家知道 对不对 对分量 这大罐 这大罐 那钱的这些碎料里面 而且你刚刚有讲 450克跟600克都要塞150公克 都差不多 我们就是抓600就是虎头干600公克 已经是一斤了 也塞150公克 因为它的空间容量差不多 其实这个重量差 是在于它的皮的厚的差 好好玩喔 你要想喔 它最后会变这么小 标准的重量 其实这个大概就220到 大概200到230之间的重量而已 最后 这边在积里去 所以这就是 所以为什么它又叫紧压茶 很紧跟很压 压把它压得很紧 我这样讲好了 为什么 我现在很告诉学生说 有的人会以为 酒蒸酒菜完就完成了 然后他们会以为 这样就完成了 对 因为我刚才也以为 所以你怎么带那么多 给你看一下 你摸摸看 你按压它的屁股跟侧边 还是有弹性的 对 喔没有啊 很硬啊 等一下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还没好 有有有有 有一点弹性 有一点像是棒球 这个大概现在七成好 还不是成品喔 这个是九成好 你再摸摸看 你还是按得下去的 喔 可是要很用力 对 很多人就以为 这样就已经好了 对已经好了 没有来给你看一下 十成好了 欸路卡斯 我觉得偶偶就是好了 很多人就会这样以为 我先声明 如果你以为 这样子就是好了的话 到美女记来的时候 它就会从这个缝隙开始长出白色的霉菌了 真的 因为它是紧压的关系 你 这么猛喔 中心根本没有干燥完全 欸路卡斯 你的这一颗好的好香喔 是不是 这是我今年一月做的 哇 天哪 这一颗是我的老师做的 这是去年的茶 我来我来 它味道会越来越变得比较沉稳 我有点摔到 所以有点裂掉 等一下 味道不一样喔 路卡斯 你做的茶 我还是会可以闻到很香的这种 对 因为它是新茶 一种 我觉得它不是柑橘啦 因为柑橘是一个新鲜的感觉 橙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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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一个橙皮的味道 可是你老师的这个 味道已经收敛进去了 对 好像要喔 没错 好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再回到节目现场 路卡斯 你先把那个 我要你把那个 这种阶段吗 不是 就是你刚才给我看了三个 这个是硬的嘛 对不对 这个是强成品 对 这个是去年的 然后有一个是还捏得下去的 这一颗 有一个像棒球 那个我说捏起来像棒球一样 很有弹性这样 好 对啊 因为老实讲 其实看起来 对啊 因为老实讲 其实看起来喔 看不出来 你要触手才有感觉 所以我跟你讲 我很多 我教了一些像 有教了一些学生 他们就探时间快 快速的把九阵九塞就完成 好 来 我们等一下把过程讲完 因为我们刚才还没有讲完 对 好 来 只剩两半喔 我知道 好 我们这两半大概七分 好 好 来 三 二 我是华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卢卡斯来跟大家介绍酸甘茶 刚才卢卡斯有讲 酸甘茶的达人很忧心 台湾的酸甘茶会失传 可是就我所接触到的酸甘茶 我知道酸甘茶最近这几年有被炒作 而且价格非常昂贵 以功课计价 以功课计价 以前没有 我以前去客家人家里酸甘茶就是丢在桌子上 你知道 它其实是一个很日常的 日常保养的茶 刚才卢卡斯在前一段的时候有告诉大家酸甘茶怎么做 我们还是先把做法教完 你说要把这个茶叶一百五十公克的茶叶塞进四百五十到六百公克的酸甘茶里面 而且是掏空 要先浸泡 我们刚刚是把果肉掏空出来剁碎 跟这个茶叶一百五十克 还有我们刚刚做出来的那个果汁有没有 全部混在一起 静置一到两个小时 就用果汁泡茶的意思 完全吸收之后 它的香味就会出来了 出来之后呢 你现在看到这些东西全部要塞进刚刚的那一颗干里面 可是卢卡斯我们刚才有讲 因为你所提供的这个红茶都是调锁状 所以红茶要先弄碎 不用弄碎 因为它在你浸泡的过程中 它就会变软了 它吸收了汁水嘛 变软 然后你就可以慢慢把它按压塞进去 从下面开始慢慢的按压一直塞进去 真的塞得进去吗 塞得进去啊 有时候还会不够 果汁会一直跑出来吗 果汁不会跑出来 它已经被茶吸收了 所以其实没有汁水了 所以你要想办法把它塞回去啦 对 对不对 塞回去之后呢 然后先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我们今天是用品质比较好的有机茶 所以我们就直接只用有机茶 有一些师傅其实他会混合一些 他自己配的青草药 因为我自己 所以功效会不一样 对 我自己就有听过 他说客家人的酸干茶 每一家的配方都不一样 都有自己的配方 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家自己种的茶不一样 还有他们说会混中药进去 混一些中药 可是那就变成你要看体质喝 就不适合当日常保养 就是什么人都可以喝 那你有混中药吗 我们没有 因为我们今天的茶的品质很好 也不是用什么剩下来的那种什么成年老茶 因为有些成年老茶 它会有那个成就的那个臭扑鼻 其实那个并不是很好 然后所以我们是用 我们用新鲜的有机茶 然后去做这个结合 所以我们只享受它最好的 这个橙皮跟茶的风味 没有额外加中药材的好处是 所有的体质都可以喝 好 那所以呢 我把这个茶叶全部 茶叶跟汁水 对 都塞进去之后 我把盖子盖回去 然后我就用 先绑绳 绑绳 被杀青 拆一颗来绑 路卡斯 你会绑神 因为橘子绑神很难 因为橘子的形状 听众朋友 因为橘子的形状像一个球形 对 对 所以路卡斯 你一开始你在学做酸肝肠的时候 就要开始绑 对不对 对 好来 开戏 我们一般绑神不是从下面开始打结 对 先留一结 假设这是你的杆 东西都塞进去了 对 留一结在这个位置 听众朋友 如果你听不清楚的话 我们有影片 大家上传 我们上传的影片就会看到 留一段在其中一侧 对 然后呢 把它绕一圈 开始缠绕了 回到中间之后呢 转90度 是这样子 只上一个地方 你不要动两个地方 所以它头不会跑掉 不会 对不对 到这里 再这样子 再90度 再转 再转 90度 然后再转 再转 回来之后 你要怎样让它固定 不会跑掉 对 有时候有人手一松 这里就松开 对啊 所以你这时候要 把它到它对面的这条线来 嗯 勾三次 勾三次哦 嗯 你就先按住中心点 勾三次之后呢 勾三次 要固定这个绳子啦 固定之后 然后往回拉 往回拉 即使你不打结 它也不会 很紧耶 这样就好了 就可以轻松打个活结 因为我们每一次 增压晒 它会松掉 你要一次重新绑绳 你看为什么这个成品 绳子绕两次 其实它是同一条绳子 因为变小了嘛 哦 原来如此 如果要把绳子绕完 就变成要绕两遍了 所以路卡斯 我每次在增压晒的时候 我这个橘子会变小 所以我绳子都要重绑啦 每一次都要 几乎每天都要重绑 因为它会越来越松 才可以勒出它的形状 不要太开心 一次勒太紧 否则你在针跟杀青的过程中 它皮一变软 你真勒太紧 它就陷进去 就被你切破了 好 那路卡斯 我现在绑好了之后 我要怎么做呢 然后呢 我们找一个真龙 那个反正就 竹真龙当中最佳 等一下路卡斯 你把竹真龙都搬进 我们想要用竹真龙放在底下才好看 后来发现不好拍 路卡斯 我拍一张照片 路卡斯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什么都带来了 连竹真龙都带来了 工具齐全 大家才可以明了 大家才知道怎么做 对 竹真龙最好 因为它比较不会滴水 我就排进去 排进去 然后呢 我们一般杀青 大概都蒸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因为太久 尤其是月薪先刚前面几蒸的 它不耐蒸 蒸太久它会 你这个皮会被你的绳子切进去 就会被切破掉 就切橘子了 对 露出来 所以我们一开始 你可以在后面的几蒸几蒸 拉长时间 但前面不要 蒸完之后呢 我们就要经过这个晒跟压的动作 你如果今天刚好天气不好 没有东西可以晒的话 也没有果干机的情况下 一般烤箱 你大概开60度左右 门不要关 这样它里面可以维持 大概有40度左右的温度 然后水汽也泄了出来 就一样大概烘个 8到12小时 就仿照日晒的时间 哎呦 烘这么久 因为就跟太阳 蒸15分钟 晒8到12小时 因为我温度开得很低啊 有些会摊快哦 开个什么90度 100度不要 我们要像接受日晒的感觉 慢慢烘干 慢慢缩 因为你说得越快 你如果看到市售的酸干茶 成品 凤很大 有些我看过很多凤都超过一个指头宽的 对 哦这么大 都是摊快 皮缩的太快了 里面根本来不及压紧 然后它已经包不起来 救不回来了 那个就是很摊快 品质很不好的酸干茶 所以我们这样子 蒸晒 蒸晒 九次吗 蒸晒之后呢 你晚上要压 我们上下都放木板 然后用重物去压它 这个重物要每一次都一直增加重量 一直增加重量 你不能从头到尾都只用10公斤 那我知道了 第一天就是老三嘛 第二天就是老二嘛 第一天就是老大嘛 不一样的小孩上去坐嘛 我就是像我就是睡觉前 我就把它放在木板上 然后用我弟弟的那个 哑铃跟杠片 有没有 哦这很重 竹刺把它增加上去 我现在大概已经压到七八十公斤 我问一下压的目的是什么 它才会变紧 你要让它变 因为它密度越来越紧实 它才会变小 否则你光增压晒 它变小的空间有限 它会一直停留在这样的原地 因为刚才就讲说 我们其实制作的是一种紧压茶 对不对 你其实要让这个里面的空间 空隙空气都跑出来 所以不要以为买到比较大 就比较划算 没有 好 那所以我经过了这样子的过程 其实就是一个 一个步 就等于是 我要先 我要先 等一下 我发现这个步骤里面有三个动作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再回来 我们好笑 不止三个 我们要先绑 针 绑 针 针 然后晒压 四个动作是一个步骤 其实就是要塑形 所以叫要九次吗 叫要九次吗 其实不止 我通常都讲十块二十次 九是一个最低的概念 来来来来 好 我们最后一段七分钟 最后一段了 还没有浇怎么喝 来 好 嘴巴喝 不一样 他要早 他要早 不一样 好 来 三 二 我是华莉扬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卢卡斯 来跟大家讲酸甘茶 我们刚才在上一阶段 听众朋友先回想一下 不是我的脑袋不好使 是我们要从头 就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动作 你的捋清步骤 捋清步骤 第一个就是绑嘛 绑完了之后 然后要去蒸 杀青 对 杀青就是蒸 15分钟 蒸完之后 然后用去晒 晒8到12小时 你也可以用烤箱 可是烤箱要低 有时候不能只晒一天 有时候要晒两到三天 所以你要看状况 对 要看天后 状况 晒完了之后再压 对 再压 所以这个四个步骤完成了之后 压完之后 你就发现绳子变松了一点点 所以要重绑 拆掉再重绑 又来绑 又来杀青针 然后再来循环杀青 一样嘛 对不对 然后可是这样要做几次呢 人家都以为九次就完成 没有 九是一个形容词 它是无限多的意思 所以你是要观察状态 而不是用次数来决定 你很快的 很倉促的 把九次完成 结果就会到了 梅雨季节的时候 它就发霉了 这样 它如果是心肛 就整周还了 因为它心肛 一定是由它里面的心肛出来 所以它大小一定会 你要想 我原本的虎头肝 是这颗的将近两倍大 它到最后变这样 你就知道这个 它拿来打人很痛 很痛 这个打人很痛 跟这个松散的红茶是不一样 可是你要想 它是把它压到这样 所以你要知道 它是多高密度 而且干燥程度 要非常完全 它才能在室温下保存 可以一直收藏 我刚才有讲 我有喝到六十年 八十年的酸甘茶 像我放在罐子里 我底下会放一张餐巾纸 吸收它的湿气 Lukas 你放酸甘茶 是放在罐子里 我就直接放在罐子里 用淀一张餐巾纸 我的老师说 他觉得我的做法很好 我闻过它了 就没有刻意 什么包得很漂亮 就给它一个干燥的空间就可以 可是Lukas 我在几年前 曾经收过一个礼物 我记得那时候 也是一个农民 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他用他们家 自己种的柠檬 来做酸柠茶 现在有人做小颗的柠檬干 同样的做法 但差别在于说 为什么人家会觉得 普遍还是推广酸甘茶 因为也有人用大白柚做 大白柚 很大颗 很大颗 然后可是差别在于说 因为它的那个 它的皮有一个 那个虎皮干素的成分在 然后还有一个橙皮素 橙皮素是那个柳橙的橙 然后还有两种橙皮素 一个是橙皮的橙 一个是柳橙的橙 柳橙的橙 它的含量都跟一般的柑橘类不一样 所以才会说用它来做日常 我们不讲疗效 只是说它日常保养的效果是最好的 那当然如果你只是品味 风味果茶的话 其实柠檬干或者是柚子干 也都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就是学习一个制作的技法这样 好而且这是老人 前人 仙人 祖先 一直留下来的制作技法 可是听众朋友 你在家里做酸干茶 要懂得怎么喝这个茶 没错 它不是用泡的 而且要跟听众朋友讲 其实它如果变成成品的话 刚刚有给大家看 跟石头一样 硬邦邦 我们要用那个来 用砖头敲碎 或用菜刀剔开 要用菜刀 就是跟 有点像普洱茶砖的概念 每次只削或者是 其实这个削也很难削 你可能真的要用布巾包起来 用榔头把它敲碎 敲碎之后一样装进密封罐里 然后你要切碎 就是敲碎的部分呢 泡是泡不出它的风味的 请你用煮的 它是一个煮的茶 它是要用煮 你要煮几分钟 然后浸泡一下 再把它过滤出来喝 毕竟它的风味浓缩 这么紧实了 就跟我们一般家里 我们陈皮也是 拿来煮乌梅汤或什么的 也是煮过才会风味出来 因为它已经说得很干很干 光泡是没办法 完全释放它的味道 所以你要用沸水 煮开几分钟 浸泡过后再滤出来 只用热水泡熬的话 你就喝不出 它该有的味道了 好那我要问路卡斯一个问题 山甘茶是你的日常吗 是你爸爸的日常吗 就比如说我们每次 讲到山甘茶 在以前早期都认为说 那是老人家 还有种田 对不对 务农家庭的茶 可是酸甘茶有走进你的生活吗 我反而觉得 我会希望尽量把它应用 比方说我这次 我找一下 这次是有机 我认得出来 这一棵跟 我们其实是在强调 你知道保留这个有机的胡茶干 因为我一直在想说 怎么把在地农友的东西 互相做结合 其实我这两棵酸甘茶 我这里面全部都只用有机茶 这两棵 你看我看外形我就认出来 这两棵 我里面混合了香草豆甲 一起去做 等一下 你怎么看得出来 我刚刚就问 我自己做的东西 我当然认得出来 因为卢卡斯前一阵子 有参加一个 一个 一个 综艺节目了 那是什么节目 实际节目 就那个什么 实际节目 的那个 出发吧 笑脸 笑脸出发了 你为什么会入境 因为我们之前 不是 我上次来 就是加口哥代班的时候 我们介绍了台湾香草豆甲 对 然后这个 幼儿姐也去过 三合院香草园 对 然后他们今年就是 节目制作单位 对于这个台湾 特有的农产品 也不算台湾特有 没想到台湾 香草夹这么好 去做采访 然后他们就希望 有人可以就是说 不要让香草夹 觉得说好像只能做甜品而已 还可以做什么应用 所以他就联络了我 然后开会的时候 这座人也在 我们就讨论了说 其实他可以做什么利用 所以我们那天 用香草夹 还腌了这个 咸猪肉 客家咸猪肉 我做了香草风味的 然后再运用它 去做手工意大利面 用它来替代培根 因为我觉得 客家咸猪肉 其实就是一种培根 对 然后呢 去用它来替代培根 然后我们做 手工意大利面 里面也混了香草籽 去做了这个西式的料理 所以里面就有一点一点的 这样 那所以等于是 你在制作酸干茶的时候 你也把它混进了 台湾香草夹 我把香草夹切碎跟红茶 混在一起 所以你不是用香草籽 全部 我全部下去 全部 没有剃掉 全下 也是一样 就是跟红茶切成一样 然后跟果肉 对 全部都混 那是什么风味 我闻一下好不好 现在可能闻不太清楚 可能到时候熟成之后 我们在一起煮来喝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尝试 这样子闻没有感觉 闻不到 因为它已经藏在里面 所以其实应该风味 不会很强烈 因为我们现在在闻这两个酸干茶 我不知道Lucas怎么看出来的 我是完全看不出来 我现在在闻这两个酸干茶 它其实就是皮的味道 橙皮也好 就是 就是杏橙的橙皮也好 还是我们刚才讲的 柑橘的那个橙也好 其实就是一个这样子的风味 你看像这一颗 是不是有一个甜甜的味道 跟大家其他不一样 它就是用这个 已经快要连掉的做的 不一样 一样可以做 两个 不让我一样可以做 一个看起来比较粗 但收到最后还是会慢慢变漂亮 所以不用担心 很漂亮 很漂亮 还有啦Lucas你一直讲 你说要一直收一直收 这个缝隙会不见 请问要怎么收到缝隙不见 我都听不懂 锦压很重要 你如果没有锦压 因为我们每一次在晒干的过程中 皮就会变得越来越有弹性 你就可以把它往中间热得更紧 对不对 就是往上挤啦 对 然后重压很重要 没有重压的话 它的缝隙就没办法密合 所以重物越来越重很重要哦 所以Lucas 我们在做这个 酸干茶 紧压茶的时候 我们其实也是在做一种美学 对 我一直 第一次我其实看到 酸干茶的时候 我只有认为说 为什么会有一种茶 长得像南瓜呢 其实它真的是 为了美观而已 跟风味无关 跟风味无关 是为了美观而已 好 谢谢Lucas 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还有Lucas 我知道了啦 你香草的这个摸起来还软软 对不对 它其实GP都是还没有成品 只是说因为当初我在制作的时候 我自己有注意它的外形啊 比如说它哪里有伤痕或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会知道说是这两颗 我放了香草夹在里面 好 我最后一个问题问Lucas 这一球要卖多少钱 用功课计价的 一功课 现在一功课 我的老师他是一功课卖六块钱 一功课六块钱 所以这一颗我们刚才有讲 有两百 一千两百块左右 有两百五十颗嘛 对不对 不到两百五 两百二上下 乘以六 哦 飞金啊 但是是时间换来的啊 因为做好之后要成化好几个月啊 要成化多久 三个月 你如果很急着喝的话 就成化三个月 要放在哪里成化 不用啊 就是像静置在干净的空间 就我们刚才有教 对不对 就可以制作酸甘茶 听众朋友认识酸甘茶了吗 谢谢Lucas 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下次再来 拜拜